其实我还要掏一个点 就是我们现在都比较公认 这个木盒就是假的 真的木盒是不是被拿走了 是 对 然后在这一点上 你也要考虑 那他用什么样的东西带回去 来装载这个东西回去 那个保安看到的每个人 其实都拿的东西 它是一个黑色塑料袋 保安说的就是背着一个兜兜 盒是抱着一个箱子 然后它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大包 它是一个快递箱 根据现有的线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单看行动线 我只考虑来过这个一栋的人 就是我们这边这三个 对 然后锁进他们两位 然后再结合我刚刚说的那一点 这个真的如果说要包回去的话 只有它的大包是能够包回去的 它的小兜兜是放不下的 等我想问一下能试一下吗 能放你的小包里吗 不能 不能 你兜里不会放着一个金银章吧 我真的拖到了一个金银章 好开心的回去了 画面感都有了 我今天杀疯了 闻到 说话的神态都不一样了 早上 早上它是这样的 如果是真的不能的话 我觉得就更为它自己 这坐实了一步嘛 你们就当能呗 因为齐赫河是分公司的人嘛 分公司的人的嫌疑偏小 所以着重怀疑的对象就是 石 草 韬 还有铺 因为韬一直在保护着自己的那个小兜兜 不让别人看 所以我觉得那个兜里肯定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作案动机太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 韬是很有嫌疑的 所以我把韬和韬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那大家现在开始投票吧 从那个作案的手法上来看 用一个炸药的方式 去取得这个金银章的话 肯定是在此之前 他就知道 可能会有一个争夺的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在我的眼里 首先总公司的人 他的嫌疑是较大的 其次接近过二号楼的人 一共有 涛 曹 以及齐 但是齐 通过刚刚的思路 已经给他排除掉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 涛 以及 曹 因为涛的话呢 如果说他真的想要 去 故意做这样一个行为 那他去编造一个理由 证明自己 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用上厕所 太敷衍了 他完全可以找更加 有准备的 不用这么临时性的一些动作 那么相比之下 我觉得曹的一个可能性 相对于涛来说 可能更大一些 所以我最后决定 投给曹的 我要投入曹前冲 因为纸张锁定范围到 总公司的人 然后他有明确的 行进路径 能够在熟睡的你面前 偷走你的功课 投涛 因为总公司 然后并且来过这个 会议室这种楼的 其实就我和涛 并且他随身背的那个小包里面 其实他的容量 可以放进那个 勋章那个小盒的 所以基于中有原因 我觉得涛的可能性更大 就是 涛兜 人家蒲总 不好动手 拉动他的组员 涛兜 让他去干这个事 毕竟咱们涛兜也是一个 这个数学的一个天才 就是 涛兜 我就觉得普罗旺斯的动机 是最强的 因为他今天毕竟输了游戏 而且他说到 他自己是恶醒了 起来去买东西 但他买东西的时候 已经是三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了 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在怀疑 他可不可能先到了这个地方 去进行这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再去小买店买东西 去掩人耳目 所以我 目前吧 根据线索 我会把这些票给扑 领域 最合 Surprisingly 感谢观看